一旦富豪寻亲记,整了半天原来是个剧本啊 贝少连续发了几个视频,质疑谢清帅寻亲记是剧本 总结有以下几个要点 第一,父亲谢克风认亲那天就说,要给谢清帅送三套房一台车 可一直都是口头支票,也没见他的三套房和这台车 而且看他老婆前几年发的视频,家里住的房子也没好到哪去 第二,登记了几个企业的名头当企业法人 这种法人只能忽悠那些不懂的人 真正懂的人都明白法人是怎么回事 第三,父亲包装成企业家 可是哪有企业家成天坐在家里,一家子无业游民在一起拍视频呢 天天发视频,配合默契,这还不懂是怎么回事吗 而且把七大姑八大姨都做上账号,整个家族全开账号了 这是玩举阵吗 第四,姐清帅的身份也很有疑点 两岁丧父,养母改嫁,完全来了一个死无对症 那么爷爷奶奶总有痕迹吧 可是为什么没有露面呢 养家离自己家二十里地,谁家拐孩子这么拐 第四,二十六年寻亲记终于得逞了 可是感情还没出热乎呢 就开始一百二十三上架直播带货了 有粉丝说,明星都可以带货 他们为什么不能 关键是明星演电视剧,他们承认是在演戏 可是谢清帅一家演真事,不承认是剧本 第五,谢清帅母亲从2018年到2022年 一直都在对口行唱歌,一心想当网红 可是四年都没火,结果也就是2022年4月份 发了第一个寻子视频,就收到了几千个赞 一下子爆火了,从此就改走这寻亲路线了 之前的歌也不唱了 请问你们找孩子只找了一年呀 你们说到底是不是演剧本 开了直播以后还是那老三件,原价多少钱 现价多少钱,给粉丝福利多少钱 可是没想到你卖的比人家某宝某多多都贵 你是说人家某宝是赔钱卖的吗 既然戴上皇冠了,就不准上网要饭 你们直播间458块钱的衣服,别的平台都卖300来块钱 吃相不要太难看 为什么衣服卖的比别的平台都贵,还口口声声给粉丝做福利呢 这套路玩的,比那些老网红玩的还溜 这还不是割韭菜吗 背上怒对,我一发视频就举报我 雇了一百多个水军上我直播间攻击我 你们是怎么红的 不知道吗 就是因为打造的亿万富翁之子的人设才会爆红网络 如果是普通平常的家庭,找到孩子了就结束了 这吃相还看不清是什么套路吗 但凡有点良心,找到孩子了 也要有点社会责任感 为什么一直利用公共资源炒作自己 找孩子的时候打造亿万富翁人设 找到了以后,全家拍视频又不承认自己是亿万富翁了 开始上全家福直播带货了 谢青帅妈妈从2018年到2022年 发了800个作品对口型唱歌 想做网红都没火起来 寻亲记以后才爆红网络 火了以后开直播 可以跟大家讲讲养孩子和避免孩子被拐的心得 可没想到全家做起网红带货了 贝少说,原来我就看出这是剧本 我没有拆穿,可是现在他们越来越离谱了 之前没拆穿是因为没危害社会 可是现在呢,吃相太难看 给社会不好的引导 所以我就要拆穿他们 再有不要再说让王宝强演他们家的剧了 太假了,王宝强根本看不上 对于贝少的说法,你们是怎么看的呢? 评论区见